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是挺不错的 当然有几个人不得了 有几个人不得了我都在Facebook上上传了出来 告诉你那几个人要拔杂 虽然那几个人拔杂 还没到之前提供的指舍位 你要去斩大 正如鲜园所说 那些不走的 或者是要被预期买的 现在就要转货 现在就要换货 再换货 不用再跟他们谈恋爱 不过记住给大家出了个意见 不走的就要撇 要不和他们死守老鼠 不需要的,那就转弯 反而如果是买下去走的那些 就等它放置,盡量放置 有多远,放多远 或者看看上星期选择什么股 开个电脑,麻烦 在1月27号 就是上星期一 上星期一 就是上星期五晚做 最主要就是 有几只新股 369 首选就是369 106 178 还有586 另外 星星 可能我会买入的股份 就是如先申报 因为一开始星期我就买了 369 这只是586 586 586 竟然今天创新股 升到今天 22.3 那就继续了,买了朋友 继续放置 指示位置很容易 你把指示位置 改到今天 开市价21.5 否则就让它再升 看来这只很好的 看来还是应该可以 这个星期可以再来上一些 第二只 我就首选这只 上星期 369 369 我们建议买的时候 大概在这些位置 在这个位置 然后停了牌 停了牌 伏牌就爆了 爆上去 爆上去的时候 在这里叫大家吃壶 已经叫大家吃壶了 差不多都有两成 18%左右 由买入至到 我在文章里叫大家吃壶了 那位置 15-18%左右 看看是什么位置 但是之前的形态也很漂亮 就是一个大产生 开始走第一只棍 接着下面有一只可寻 成交量 在底部开始出现 这种方法 其实也有几万事万灵 所以也有一个很好的讯号 369就玩完了 Facebook跟你说 吃了壶走了 我都没有回望 所以平了之后 你看到 其实今天也有一支 长影线 出了一番 保安的裂口 那你问这个东西 再买回去 可以吗 可以 你就用今天日记录做指示 当新股做的了 先前那个 就已经是 故事完了 你当是新股做的 也可以 另外就是106 106 当然 今天又再创新高 一个2毛1 今早又申报 你见到我Facebook 我发布了 今早我在大概 一个1毛1 我就买了 另外刚才第一节说了 买了那只 不华教育 6169 6169 是6169 今早也是等它 因为选股器 信号出了 这两只都很肯定 你看到我Facebook 我发布了出来 就是这两只 这两只 首选 还有251 爪哇控股三只 其实四只 还有一只 1596 要博的就是另外三只 618 1538 和1826 这个星期 新东西有七只 106 你见到我发布了出来 106 今天很理想 照舊 106 如果是你放在指形的位置 就放在一块 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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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 今天很高兴 当然上星期买下的那些 继续放置 大家不用理他了 今天是当新买的 即是付费会员 昨天上星期买下的那些 又用今天日月份做指示 很接近的 所以都抵博 譬如我来说 都是输两格 输两格 楼上放置腰 挺过瘾的 另外 这个就是前一周 另外一只就是178 这只就是沙沙 沙沙就差一点了 以后我叫你拔插素 不要浪费时间 不要浪费时间 3.2 虽然没有碰到指示位 但是我铺了出来 我都说 这些不限就算数了 不要浪费时间 好像不算数了 几千左右就较脚了 上星期有这些 也有些旧股 全面的 favored 舊股上星期也可当自己低股 这些就是两个星期 闻定要客户买的那些 其中一个每一中有一种 就在189 189ЕН东岡 关于 今天今天我就再追寻支枠 6.70多点 我需要再追省 东岡就希望再球chmal弹上去 另外 在29 我传论出来 personnel slow 在这个位置的时候,这些人不离开,不离开就先把停留下来 今天就插了这样的针竹 这就是上个星期的事,另一只就是1061 1061,1061,1061 这只也是,这只上个星期也不开始跌下来,也是可以考虑蚊插数 刚才说了,这个星期昨晚就在上次上了 上次上了第一只,第一只就是这个,指数 今早大市南非被指数估计,接下来也是被指数估计,刚才第一节说了 不代表指数这么快就调整完,也是在上次12月头那种策略 等指数的MACD在低位再进入指数成份股 未来的时间也不建议你买指数成份股 当然Wallace他自己设定那种另计,我个人就不会建议买指数 这个短期里面,那三只新选的,第一只是6169 指数加 $4.3,第二只是$251,151 放$15,第三只是$1596,就要将$5.8 106因为上个星期表现好,所以这个星期就是添食 指数加 $1.08 今早就幸好有机会买到便宜货 我们看看指示位置放在哪里 第一个就是6169 我的手机都要退役了 大家每次都觉得键不可以的 这只指示位置今天挺好的 今天就用个开市价 也就是今天的日期下降作为指示位 大约是4.3左右 有几个人说昨天发布了4.3 今天跌到4.3,我真的能够订得到 今天最低价是4.3.5 所以今天没有穿这个位置 我一不再下4.4 4.44我就买了 买回这只东西了 就是第一只指示位置很容易摆 所以抵博了这只东西 刚才Wallets用45度的理论去做 希望可以有小宇宙 当然好了,这只买了很多 第二只251 这只成交较少一点 所以大注就未必买得到这么多了 就是爪哇控股 今天指示位置放了15元 今天最低也没有跌穿15元 最低是今天是15.33 所以买了这个东西 看来这些东西还可以明天有机会走高一点 因为今天是阳烛 纯粹用用阴阳烛看就很英俊的 因为今天是长实体 包括有一条没有实体那么长的尾巴 整支整体上的形态都是OK的 251 指示位置放在15元 第三只1596 1596 叫做逆辰实业 第三只指示位置很容易摆 我昨晚的帖文就放在5.8 今天最低是6元 大家可以把指示位置移高一点 下到6元 把6元作为你的指示位置 这支是第三只 就是昨晚的选股器 6169 5251 然后这支是1596 这支是三只 另外最后就是106 添食这支 在这里可以看到 106 刚才提到指示位置 其实全部都是指示位置 指示位置放高一点 可以放1.1 1.15 我好像问了一些 算了 放今天低落 今天低落1.1 放1.1 1.1 106 利益申报这支也买了 今天夹了一下 那就是四只 昨天选股的信心比较大 就是这四只 除此之外 倒尾龙的就有另外这几只 倒尾龙的 为什么说 只倒的有这三只 昨晚发布了 第一只就是618 倒尾龙的 当然不用解释了 没有PE 就是只倒的 没有盈利的 你不像 你会说 怕不怕 平保 藤塞 汇丰 当然不怕 等它调整完 就走上去 但这些不是的 这些只是 只是炒的 第一只就是618 618 就是粉丝 今天被你拼拼了 今天开了 开了四毫二千八 最高四毫九 都升了一成 一成过我 今天升了这只 如果你买了这只 就恭喜你 在今天 跌市里面 都升了一成 指示位置放三毫八 我说到最初 我昨天看的 昨晚 量度的时候 就放这个位置 三毫八 现在不用了 现在已经用 今天的day low 今天的day low 四毫二 四毫三 四毫三 做你的 如果明天买的话 四毫三 做你的指示位 第二只是一五三八 一五三八 就是中澳到家 中澳到家 又是 昨天贴了七只 今早 一开市 昨天贴了七只 只有这只 差一点 都是阳烛 小粒一点 走得最慢 债度 这只也是 指示位置放一毫子 一百一元 这只 看来 刚才那几只 就好像 如果今天 派成只表的话 这只 就会最差 一五三八 另外一八二六 就是三只 一八二六 指示位置放一八 哇 真是开心 今天想不到 一开始又是过八 然后day low 又是day low 最低的 day low 1.077 然后一上就来了 哇 2.07 今天升幅也挺不错 今天升了一成 差不多 想不到 底薄 今天也有两只 被你博到 差不多一成的回报 指示位置放过八 不用想了 这么巧 所以三只都很英俊 这只都很英俊 叫做封展控股 一百二六 付费会员那些 昨天都看到了 昨晚已经看到了 这些股票的选股了 大使就 刚才说了 很久没有说过 也说了一件事 就是要看着 恒指的组合 我先去看恒指图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值得花多些时间去看的 恒指上次在这个位置 就是在我背脊 头后面这个位置 因为我自己遮住了 我自己遮住了 其实这一次上次 真的很聪明 上次 RSI 在调整浪最低的时候 是下跌至25 记住 25 25 25 至30 这个区域 今天 RSI 到了多少 今天 还是 50 水平 即是说 你这个恒指有权 当它在来的时间 在密集的时候 RSI 只要明天的收市价 低于今天的收市价 RSI 都会继续下冲 所以你想想 我想找一个很棒的买入点 你可以找到一个信号 除了现在中间的一组 MACD 好像在这里 有距离之后 另外一个就是 最好等它 撞完RSI的低位 向上走回 你就会找人 这次可以借镜 上一次 12月头的调整 以及这一转上升 你也可以看成交量 我说过元年最重要的就是 成交量 开始大幅上升 所以这一组 是很相信的 就是这样的 短期内 如果我纯粹看回这幅图 在这一截 这么大的升幅里 整个这么大的成交量 但纵使可以向下调整 这个组合是漂亮的 即是下跌调整的组合 是漂亮的 这一组 看回来吧 但是这一组调整 你也可以看到 整个成交量 是慢慢萎缩 所以 都属于一个正常调整的模式 所以正常 刚才Wallett所说 如果今天出了一些阴烛 在这里开 一旦萎缩下来 大阴烛 这个就倒转了 但是如果现在 就是这样说 我们经常说 周期 周期应该是未去到顶 顶应该是去到六月之后 年中之后才会见顶 至少有一个正常调整的 正常调整的 今次我说过周期的正常调整的 应该是在今年的第三季 才是在顶的附近 在那里出现的 所以你问我 未来是在顶 不过也不是现在 买入指数成分股的时候 所以大家可以 看看刚才的选股里 选择一些非指数成分股 好了 说了这么多 很久我没有说过货币 你也看到我 在上星期四报导致 说多拉耶稳会升 其实多拉耶稳会升 为什么会升几件事 第一当然就是 当美元对日元 跌下来 做个奇形 再跌 这里和这里 这里和这里的高度 是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一样 整个多拉耶稳的 奇形下跌的目标 都差不多到了 到了之后 出了几个组合 如果你有跟上两集 Yuan的 Wallium Sequence 你就会发现这三支棍的组合 就是大阴烛、阴烛、阴烛 再出阴烛 这支阴烛很有景省的 美金对日元的下跌 在短期中是完整的 美元对日元的确实是 借着星期五的飞龙数字 一下子就夹了上去 所以美元对日元有权 当它走高一点的时候 加上我刚才说的 道指的奇形 奇形要突破的时候 所以今天的港股 有这一波也不是很诧异 而再者上升了这么多 借势调整 也是非常正常 所以大家留意 虽然美元对日元是这样的 但是美元对日元 在短期中是未有形态 但是在周线图里面 这些底液也很确实 其实107、108、108 这些美元对日元的底液 我会上升了114、115 所以我觉得是抵博的 以美元对日元的故事来说 第二就是关于EUR EUR之前经常说的1.24 1.25 这个就是EUR 这个平行通道 我们的节目也划过 这条线很多集都放在这里 目标也差不多到了 所以如果够僵的 你也可以搞搞它 我会买DLJ 如果我买美金一定可以买DLJ 就不会去买其他的 就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你看到 Yen 为什么欧罗也不太跌的时候 你看到我刚才看了一幅欧罗图 欧罗也是黏着1.247 但是Yen已经冲了水到0.9多 所以这个就是 我几集前也这么说 如果买美金我一定是 一定是对日元 我一定不会对其他东西 就是这样的意思 要留意的就是在这里 可以顺带一提 就是金 金正在砌头肩顶 现在头的位置 左肩在这里 现在正在砌右肩 不可不提的就是 其实黄金的十天算 已经转向了 这个就是 对于黄金来说 短期里面的趋势改变了 加上东奥 你也知道世界的不稳定性 就是来自北韩社非党 现在短期里面 参加奥运会 起码玩两三个礼拜 所以 接下来的地缘政治 影响黄金的因素 就慢慢消减 其实正在消减 如果不然 就不会在这个位置 这些顶上慢慢 已经转向了 所以我觉得 有机会黄金做过头肩顶 有机会 接下来可能会慢慢向下走 你说黄金的 我就觉得 都可以想的 没有问题的 指示位很容易摆 因为指示位很容易摆 指示位就是摆在1350元 距离现在 即现在在1337元 13元而已 但是单线我可以 倒远一点 所以直博率 也有在 OK 大致上这个星期是这么多 也是去到Facebook留言 Facebook大家再分享 希望大家 在新年之前 赢了一些钱过年 希望今个星期的选股 继续今天之后 再来明天或者这个星期 再高一点 OK 好 Facebook见 拜拜